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 两三个星期来 一再叫他们交通部长和很多机首长都来的宜蘭来替他背心 替他消毒 甚至说连续开三个高速铁路 促进委员联署 我发现他说 他是身为主政党的交通委员会的周围 难道他对自己的力量没信心吗 还是因为他们中央来支持我们管理政府 这个诉求 这个要求是抗头支票吗 我相信说 我们宜蘭的村民 绝对有政权的地位 是不是选举到了 中央民进党执政方面 又希望说替我们这个 替他们的候选人来造势 所以呢 一隔月里面连续举办了三场的这个高铁促进会 所以呢 我们真的怀疑 选举到了开空投支票 大量的政策买票 所以在此呼吁说 我们依然现在的选民 真的要张大的眼睛 包括阳明医院 铁路高架 铁路直线 现在国际买来 说那他去政策的 我感觉这是夸在我买的 赶快下架陈老婆 现在都是由交通次长来做一个说明 中央要不要做一句话而已 我们请行政院长苏贞昌来说清楚 请我们的交通部长黎佳龙来做背书 吕国华强调 陈欧珀身为执政党的立委 而且又是交通委员会的赵伟 这种做法不是对自己的能力没信心 就是怀疑中央又在开空投支票 因此呼吁乡亲用选票下架这种平时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的立委 下架 跨替我各位的联会 宜蘭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